继北京大妈公交车骂外地人是要饭的 右线北京大爷高铁站骂外地人是孙子 有网友爆料称 7月9日北京南站两男子因依靠栏杆腐射问题发生争吵 其中一位北京大爷对另一男子放言 里外地人到北京来就是孙子还是虫孙子 并动手上其巴掌 据目击者表示 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骂人男子打了对方一巴掌后 诚诚调解把两人分开并报警 这位大爷在公共场合这样侮辱他人甚至还动手 管理是哪里人都是没礼貌没素质的人 就这样还以自己是北京人为傲看不起外地人 恐怕更多的北京人以这位大爷为耻吧 恨不得能给他开除北京户籍 这既不是第一次北京人与外地人发生矛盾 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就在一个多月前 一位北京大妈在公交车上 因为一年轻女孩没有第一时间给他让座 便破口大妈 臭外地的上北京要饭来了 狂什么呀 还直言我就是瞧不起外地人没素质 十天后警方表示以行政拘留 刘律师表示根据网传视频及相关报道判断 视频中辱骂他人的男子涉嫌侮辱他人 殴打他人 扰乱公共秩序三个违法行为 估计北京大爷马上就要步入北京大妈的后尘了 果不其然 据北京公交警方通报称 7月9日16时许 在地铁四澳县北京南站北出口附近 刘某瑶酒后因琐事与李某良发生口角 后刘某瑶对李某良进行殴打 并使用歧视性语言谩骂侮辱李某良 到案后刘某瑶对其违法行为公认不讳 目前该人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总之不管这位北京大爷是出于什么原因动怒 他如此口不择言的地狱性歧视都是不对的 理应受到惩罚和谴责 其实大家不管来自哪里 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 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他们用他们的双手为祖国的每一片土地添砖加瓦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